在华厂北帮兄弟们淘机多年 阿浩的这个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完 苹果手机一定要拿苹果的旗舰机型 MAXMAXMAX说了很多次了 苹果手机一定要选择三个摄像头的才具有性价比 如果喜欢小屏幕的话 那就选择一个POLO机型 像基础款的苹果15、苹果14 无论是屏幕还有边框材质手感 跟旗舰机型都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 特别是屏幕 兄弟们一定要记住 在华厂北这么多年了 基本上都是帮兄弟们拿的是MAX或者是POLO比较多 从之前的X10MAX到现在的13POLOMAX跟14POLOMAX 依然是懂行的兄弟 还是喜欢的是旗舰机型 苹果公司所有的好东西都累积在了一个MAX 后置三摄像头 今天帮兄弟们拿的这一批也是全都是MAX 有13POLO 有13POLOMAX 还有12POLOMAX 3000多就选择一个12POLOMAX 4000多可以选择一个带120赫兹的13POLOMAX 5000多就可以选择一个双卡双代的14POLOMAX 是带灵动岛的 因为只有13POLO跟13POLOMAX 才带了苹果最具有性价比的功能 120赫兹高缩还有最实用的 在华强北阿浩帮兄弟们拿了几千个机器了 只有一些学生档还有一些预算一两千的 会选择一个基础款 像阿浩今天拿的13POLOMAX128GB的 目前已经跌到了一个38张 256GB的已经跌到了一个43张 毫不犹豫的说 现在这个行情13POLOMAX 再占个两年 依然能回收一个2000多左右的一个行情 所以说二手是最具有性价比的 想想都可怕 当初新机的13POLOMAX是100多张 现在直接降到了一个40多张 新机第一第二年的下降幅度 一般人都接受不了 在第二年第三年以后 每年下降一个78张 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得了的一个下跌的一个行情 像SARPOLOMAX比13POLOMAX老一款6.7英寸的大屏幕 目前华强北也要一个31张 很多兄弟们他们不是排斥二手机 他们是不懂二手机 为什么呢 因为二手机这一块 华强北什么机器都有人做 直不忘初心 都是坚持做原装机的一个原则 视频已经更新四五年的左右的一个时间了 做的都是一个原装机 因为自己有一个经验的累积 再加上华强北这边的一个人脉 哪个档口是做原装的 哪个档口是做翻新的 自己心知肚明 我是华强北阿号